各位媒體好朋友大家午安喔 恐怕大家看到今天下午臨時這個記者會恐怕非常非常的錯愕 但是我相信這個也是淑慧跟我打這場選戰以來 我們兩個昨天靜下心來 好好的跟侯市長吃一個簡餐喝杯咖啡 我們兩個深深覺得其實這一局我們兩個共同最大的目標跟敵人 其實都是民進黨都是高嘉瑜 所以一開始我就設定其實我們都最大的目標是要下架民進黨 所以昨天經過侯市長跟我們啃談長談在下班之後 我們聊一聊我想淑慧經過了一些思考 所以我們就決定我們要盡速的整合 而且我們整合的速度會要比別人更快 雖然離最後這個初選做民調的時間只剩下短短的四天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目標其實是共同的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支持者擔心 首先我要向所有支持我的這個志工跟好朋友說謝謝你們 今天原本我有十萬份這個加護文宣要派送 那很多志工朋友本來已經集合要幫我送這個文宣 那早上我也都臨時拜託大家就是先回家 那剛剛燕秀姐提到就是昨天晚上我們跟侯市長聊了非常久 其中聊到2024號包括總統大選的這個困難 還有目前每一區每一區我們看到都面臨了不同的挑戰跟難關 那我們要做的是一起去解決這些困難 而不是讓困難增加難度 所以我最後決定停止初選 讓國民黨在港湖地區快速整合 比民進黨更快速的整合 我們希望贏回港湖這一席 我們更希望國會席次過半 總統可以勝選輪替 我們看到一頒 我們也 одного 我們有些檢查